澳洲食材一向都是以鲜甜、新鲜、生产管理严谨健清 而且性价比也很高 適合注重健康和食物安全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Delen 今次我选的主要食材包括 有虾、意粉、芝士和配菜等 产地主要都是来自澳洲 制作方法都很简单 大约10分钟就可以完成 先介绍这款澳洲野生虎虾 是其中一个很受客人欢迎的澳洲环保海鲜 而这个虾我们已经摸了壳 我们会放在这里备用 宁捐年我们今次用了澳洲的品牌 叫做San Remo 而时间方面都要留意 煮蛋牙和有口感 就要煮大约8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先煮在这里备用 配菜方面我们选了澳洲进口的火箭菜 因为澳洲的农产品是比较有保证 和有严格的认证标准 配合到香港消费者的安全食物意识 今次选用的芝士都是用澳洲的Feta Cheese 一般Feta Cheese都是用牛奶制造的 而这种也是用牛奶 所以口味不会太浓 其他权料还有 蒜蓉、洋葱、白沙达蕃茄酱 Cherry tomato、海鲜汤、白酒和忌廉 介绍完这些权料了 现在看下怎么煮 首先我们先pre-heat the pan 用中火 等锅热了之后 我们先放橄榄油 之后我们将熔葱和大蒜头 记住不要用大火 因为这里不要焦香 是要把甜味全逼出来 等熔葱有少少透明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放四只虾 稍微干煎一下两边 让它的虾封边 之后先将虾尼黄 倒入白酒 海鲜汤 加葱姜白沙达酱 和忌廉 之后我们会加少少 新鲜的Cherry tomato 增加汁的甜味 放回刚才的虾 这里要确定虾 稍微熟熟了 才放意大利面 如果你太早放到意大利面 虾就很难均匀地煮熟了 所以这里怎样判断 虾熟了吗 其实就是 它完全变成一个C型 就是它熟了 这里就可以加一个linguini 这里你可以放少少的盐 就好了 因为我们不想那么重口味 而要突出那个cheese的蜂蜜 和胡椒 最后我们会放少少火箭 这个是要上碟前才放 因为我们是要确定 所以它不要煮太熟 之后就可以上碟 之后我们会拿少少 feta cheese 放在pasta上面 还有淋少少 它可以brind在feta cheese上面的油 再配上那个pine 这个意大利面就完成了 提提你刚才介绍的澳洲食材 现在已经在各大超市都可以买了 快点买回家煮你吃 啦 接下来